好的 佩佩 嗨 不要害怕 我現在嚇到了 然後覺得自己好像沒什麼力量 不要穿搭了 覺得自己好弱好弱 就是我其實 因為我是部落客 然後我常常出席活動 然後呢 我經過了一個震撼教育之後 我就開始比較重視穿搭 因為其實我平時私下 也是像劉妍老師那樣 就是穿得很casual 我不是很會打扮的人這樣子 然後我那次參加一個活動呢 他的dress code就是要穿長褲 然後那時候我就真的穿了長褲 然後那一陣子很流行西裝外套 那我就有搭西外 然後就很中性 然後我覺得還滿有型的 然後結果到了現場 最後要拍照的時候呢 你就看到有一個女生 她是比較資深很常跑活動的 然後她就開始走到 拍照的正中央C位這樣子 然後她就不動 然後後來我們每個人就知道 從她這邊開始延伸出去 然後我們就開始變綠葉的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應該也還好 因為就褲子嘛 大家穿起來都差不多 然後結果她拍照的那一刻呢 她就突然就是這樣 趴一身這樣蹲下去 原來她穿的是 開高叉的裙子 然後整條腿因為她很高 然後她的整條腿好漂亮的 這樣子的露出來 那就好啦 很強 然後我們那時候 每個人都是真的是穿褲子的人 就這 就完全是綠葉 然後從此以後我就覺得 其實那種什麼中性 所以你個人覺得很酷的造型 其實是拍照是不吃香的 對 於是我就覺得 可能以後出席活動 還是要有一個重點的 對 大塊的裸露這樣 可是妳身上穿的 跟妳戴兩套 也不吃香喔 真的 因為我其實這個是露背的 喔 可以耶 對 因為我的身材沒有有點豐滿的話 我想我的可能重點就是瘦 瘦 然後露背 那妳這樣下手鼓梯都要這樣下來 對啊 對 然後我帶的這一套 它主要是因為 它下胸是有開的 等妳稍微擠一下的話 其實胸型是看得到 有一個北半球 一個南半球 南半球 然後像這個它也是平平無奇的洋裝 可是它的重點是在於 就是那一套 它其實都是很無聊的洋裝 因為我平時真的不是很會穿搭 但是我覺得它的重點就在於 它可以抽繩啦 因為我會 可以變成這樣 超超超 超超 然後超到這裡來 就是可以拉到真的快要露底部 然後又是夾夾的內褲 對 可以的 所以妳那天假設妳想要贏的話 妳就狂拉 把它拉到最底 然後假裝點頭 拉到頸鋒 那就不要 但妳要確定那個場合沒有搶牆 沒有 沒有搶牆 我應該就回家了 然後像這個也是露背的 對 然後它有一點點 綁帶也是因為我不想要整塊 被露出來 還是有一點若隱若現 我滿讚同妳說的 我覺得男生是喜歡 若隱若現的感覺 然後這個呢 它的胸部這一塊很短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胸型不一定要很大的人 它還是可以撐托起來 所以它其實露胸也是OK的 它是會讓胸型很飽滿的 所以就是會有一點點 小心機的地方就這樣子 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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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 好